到金礦买面包 但未来通通买不到 因为知名连锁金礦咖啡 继六月无预警关闭中部烘焙厂后 被投诉七月份北部央厨也裁员 未来可能还有两波金爆裁员潮 我们之前都是有按照法规去做通报 跟做第一把做之前的动作了 在今年一直陆续从商品的部分 然后在门店的部分 还有能源的部分 这些我们都会陆续去做一些调整 据了解这波共有五十多名员工 走之前都是烘焙师 显然面包类商品获利不佳 情况只好忍痛缩小规模 断尾求生决定收掉烘焙线 全台约八成门市受影响 有七十一家未来不再贩售面包 下周一开始 全台二十一家门市也将陆续暂停一业 那我们就是根据就是上半年的 这些商费的观察 跟我们的一些营格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在咖啡跟西点 这两块是最更深入的一座经营 所以我们才决定 就是让烘焙的部分下架 金矿为什么会这样 金矿的面包做得不错 蛮可惜的 以后可能没办法一次来吃 那就饮料就好了 对那面的还是不够 有一点啊 可是现在取代性很多 老顾客觉得可惜金矿不卖面包了 但现金咖啡品牌多元化 未来如何在竞争品牌中 确立市场定位 恐怕也是金矿将面临的挑战 记者组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